凌晨三点多高雄地区天气突然变成狂风暴雨 结果停放在前镇区金斧路上的货柜 被狂风一吹突然倒了下来 其中三个货柜压到了一辆货车 而当十六十多岁的货车驾驶正在车上睡觉 意外的被压伤了紧急送医 还好没有生命危险 货车驾驾被压伤 只要人员动用破坏机具分秒必争 要赶紧将人救出 凌晨三点多高雄地区的天气突然变得狂风暴雨 停放在高雄前镇区金斧路上的货柜经不起 狂风吹竟然倒下 停放在货柜附近的一辆货车意外被倒下的三个货柜压倒 睡在货车上的六十多岁驾驶也因此被压伤 是刚刚下雨风太大 他在里面睡觉 你早上要五点出车 你们清晨五点要出车送货 担心睡过头六十多岁的驾驶才在货车上休息 没想到可以因此意外被压伤 右手骨折紧急送医 幸好没有生命危险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